协作平台 我们做了几个 但是还有几个东西 我们要带给各位介绍一下 它还有什么功能 Google site的这个地方呢 别忘记了它的网址 的size in google.com 然后进来之后 你可以找到你的 上次设计的东西 好那现在过来之后呢 不会 你要登录同样的Gmail账号 好 Gmail账号登录之后 网址打size sips.google.com 对吗 好进来之后呢 来我们上周有做到一半了 那我们现在再来做一个 假设我现在要做一个 页面 我就切到页面 要再增加一个新的页面 假设这个页面是要给大家 移工资源 资源 就是这个资源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有一些档案 或有一些图片 放在云端账号 就是我们的Google云端的话 我们想要提供给人家可以下载 这种那当然啊 对这种网拍的东西 我建议各位可以提供一个类是产品行录等等的相关的PDF档可以吗 好那也许你的PDF档有很多 比如说有关于你的拍卖的东西有很多 比如说你拍卖的东西有衣服类呀 有帽子有所以甚至有包包等等的 那包包有包包的行录可能有很多有一个PDF档 帽子有帽子的行录有一个PDF档 衣服有衣服的行录有PDF档 裤子有裤子的行录有PDF档 你可以把这几个PDF档同时放在Google云端硬碟的某一个资料价底下 OK那我就可以用这个地方直接开放让大家可以下载 好那怎么来做呢 来我新增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我上面就写说 那个资源下载好了 或者是行录下载看各位自己 资源下载 好完成 好那资源下载呢 那既然是资源下载我也想说 变更一下图片吧 选取图片 好我就用它图库里面的 看看哪一个比较好 随便选一个 可能觉得比较相近的 就把它换过来都可以 好换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 里面我就加一个文字来插入文字方块 好文字方块进来了 我这个地方写那个 比如说我就这边写行录 下载 好那姿色可以设大一点一点 然后可能我再加一个背景颜色 好行录下载 那底下呢 那底下呢 接下来我要放云端的东西给大家看 好那我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 插入云端硬碟档案 然后呢接下来我就可以开一个目录 给大家 开一个目录给大家 那我想想看用哪一个呢 好我用这个 假设这个资料夹 我要给大家 我可以把这个资料夹 直接拖进来 放开 拖到哪里去 要脱锁的地方 可以看 直接按好了 插入 好 资料夹就插进来了 你看我里面有个目录 我只有一个档案在里面 不是目录吗 里面这里有一个档案 我换一个好了 删除 再一次 插入云端硬碟 我看哪一个档案比较好 因为我投影片 插入 好有了 这里 好 我可以拉大一点 我也可以小一点 都可以了 各位自己振作 这就是云端硬碟了 可是你不是这样子就可以哦 你不是这样子开就可以哦 为什么 来 做完之后按发布 要按发布 然后我建议各位 你平常打开之后 你如果有资源分享给大家 你打开之后 我建议各位 你用 无痕模式去看 什么叫无痕模式 来 这个 先看一下 我刚刚按完发布了哦 然后我按键头 来看发布设定 里面的网址 我把它扣下来 我把它扣下来 好 Ctrl C 复制一下 好 这边按取消 我说我要用无痕模式看 无痕模式这里 三个点点 这边也有个叫新增无痕四次窗 或者你按快速键 Ctrl Shift N 假设我在这一页 Ctrl Shift N 怎么变成一个黑黑的 各位认这个图案 有这个图案 代表你这个 这个浏览器 目前是无痕模式 什么是无痕模式啊 无痕模式就是 Chrome所提供给大家的 就是说 这个地方不会去记住你的账号密码 或者是你搜寻过的网址 我跟各位讲 各位知道吗 你做的任何事情 在三个点点的记录是在 我看它是在更多公民 它现在有可能报告别的地方去 来在这里记录 你点一下记录就好 那就按这里的记录 各位知道吗 你做过任何搜寻 记录都在这 那万一你是家里的电脑 你看过哪些网页 后面的人 再把浏览器晒在里边打开来 看记录 就可以看到前面 曾经有做过哪些事情 所以要小心 各位会有这个功能 不要想说 我要看哪个家人 请你看过那些网站 好 有时候留一点空间给大家 好 所以呢 来 在无痕模式就不会去记住你浏览过的网页 以及你在那里输入的账号密码 它不会记住 只要你把那个无痕模式已经关掉 那些资料都不见了 都不会记录 那也不要想说 哎 不会记录就无所谓 你可以做很多坏事 不是哦 你你这里没记录 只是你的电脑 看不到这个记录而已 我们这个电脑 做任何 比如说我举例子 我们家有签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都可以记录你所有的 透过它 透过中华电信连出去的任何的资料 你连过的网页 OK 但是账号密码都会加密 基本上都会加密 所以它它记得没有用 它没有 它那个密码 它没有办法破解那个加密的密码 OK 好 所以我就说 那个来 刚才我说为什么要五痕模式 来我开五痕模式 Ctrl-Shit-N 开启起来之后 我把刚才贴的网纸贴上来 这是我的 Google site的资料 你们看到 好 这边那个资源下载 资源下载 然后放个位置 还放到这里 资源下载点一下 然后我很高兴来看 怎么这个画面是这样子 你会看到拒绝了一些 为什么 我说一定要五痕模式来开 为什么 因为五痕模式 就好像是一般人在看你的网站的感觉 但是你不要用你自己原来这个 你已经登录账号 你 我跟你讲 你用你的登录账号 再看 都是正常的 都是正常的 来看一下 资源下载 因为你这个权限没有打开来 你只有自己看得到 别人看不到 别人看不到 所以呢 你这个叫做 刚才是 我刚才插入的是 我的云端硬碟当中的 天文头影片 所以我必须 我要在 云端硬碟 DRIVE.GOGLE.COV 又不到时间了 OK 好像恢复娘一样 然后你要把它共用 等一下我再开好了 我先到这里结束 微信准 这 有 是 航力